看看咱們這個直播間 是不是有很多新來的朋友 因為我不太熟悉 那我就順勢給它吃掉了 這就不用管了 對吧 現在跳槍的話沒有把握 把這個子先給它吃掉再說 多一個子 但是我們現在這個九居呢 還沒有動 九居沒有動的話呢 我們還得想辦法把這個居出去 這個旗呢還不能過早的樂觀呀 畢竟它多一個中族 一會兒這個中族過來 對我多多少少會有一些壓力 好的好的 看看咱們新來的朋友還不少啊 那一會兒給大家再擺一擺 這個青馬局 好吧 爭取讓大家聽得明白 看得清楚 之後呢也希望大家能學會這一招 這個發到作品裡是吧 我老是忘了 另外我這個旗有時候下旗 這個操作這一塊兒還得學習一下 過足了 過足 我們接下來要考慮的問題就是九居怎麼出 這是一個大問題啊 光靠那一匹馬是不辦事兒的 多講講 可以的 可以的 只要大家想聽啊 我們就給大家多講一講 現在我們怎麼辦呢 先補一個試吧 一會兒看能不能飛邊向從類道出去 同時避免它打向 先補一個 找機會出局 感謝大家的關注啊 也同時非常感謝咱們這個老朋友對我的支持 我們最近呢出了一套布局一點通課程 這個課程呢對於咱們這個初級騎手啊 尤其是沒有學過開局 或者是不太懂開局的騎手 是有非常大的幫助的 裡面講解了這個以中炮為主的 各個流行開局的布局原理 掌握這個原理之後呢 大家再去學習啊 就非常輕鬆了 可以深入地學習了 炮平衣 給它攔住 攔住它 防止它沉底炮 另外可以飛向對居 是不是 還是要解決這個居的問題 居出不去多個子 也很難有所作為 它現在多兩個族 從物質上來講呢 也是有所補償 這招退居呢 準備維持我的馬 我是不是得趕緊進去抓一下炮啊 它有衝中族打居的起 我的馬要小心呢 抓馬我只能跳邊路 將來退居再給我抓死 馬來退三千回來呢 他平時抓我要丟相 什麼呢 終局課程還沒呢 還沒呢 最近比較忙 明天要去蘭考 去參加一個圓夢工程 現在我主要是 主要就是 普及啊 普及工作做的 比較多一點 明天去給他們這些 第十級的老師去培訓 教給他們怎麼樣去教學 怎麼樣去學習 這一段時間還有點忙 過一段時間再說吧 過一段時間我要好好的整理一下 馬上近四先跳進去 對我們那個佈局一點通啊 對咱們這個夜六以下 這種對佈局不太熟悉的 甚至包括夜八以下 都非常適合 因為你看完之後呢 會對整個開局 都會有一個清楚的了解 就是最起碼對這個原理 有一個非常清楚的了解 那麼之後呢就是說你 再去深入的學習啊 就有了依據 就會感覺到很輕鬆 不會一頭霧水 浸泡保住 很多棋友就是看完開局 不理解 這個是很麻煩的事情 不理解呢時間非常容易忘 而且呢之前這個學的東西啊 白費了 張超的主播 我不太清楚啊 他是哪裡人呢 不太清楚 不太清楚 先飛個下 對我們那個開局就很全面 我們那個佈局一點通很全面 現在正在做優惠啊 還有百十張卷就沒了 這個卷一發完呢 我們就不再做優惠了啊 而且我們這個課程 是錄製的時間也很長 大概都在15分鐘到20分鐘左右 講解得非常清楚 你看完之後呢 掌握這個中炮開局 包括這個後手 怎麼對付攻攻炮啊 視角炮啊 都會有一個非常清楚的了解 這等於說是 就是你有一個完整的佈局體系 只要你只要把這道課程記住 或者看會 多看兩遍 再去下棋的時候你會覺得 這個佈局比較輕鬆一些了 平兵 我們現在的任務呢 就是要趕緊出拘 一方面呢 要阻止黑方騷擾我們 一方面呢 要趕快把這個拘出去 現在我們衝鞭兵啊 從鞭路殺出去之後啊 它的底線啊 就會露一些空當啊 下部點一僵啊 它下勢回馬僵 回馬的話進炮僵 把它右側底線 就只有一個馬在防禦 這邊的拘馬炮呢 我們可以暫時擋住它 它跳馬我們用炮打 是不是 這樣我們也點它一僵 點一僵它下勢 我得看一看 下勢我就不能回馬了 那我先拱它一下呢 先拱它一下這個馬怎麼處理呢 它如果回馬和進炮 上駐馬給它登掉了 德國全國冠軍 你一般能得全國冠軍 在網路中能查到 你查一下就行了 你像我也拿過全國業餘賽的冠軍 拿過省賽的冠軍 你在網路中搜到我的棋譜 和很多這個頂尖棋手都下過 只要搜上我的名字 再搜上對方這個頂尖棋手 就能找到 在哪買課程啊 在這個我們直播間的下方 有一個小黃車 點開之後呢 就能看到課程 走了一個退居 退居 我們先進去抓一下炮 防止它這個馬八進六竅上 把這個子弟給它逼退 退居的目的主要牽著我 不讓我吃 我吃它吃我 我可以吃啊 它吃我點一僵啊 下誓把誓給登了 沒關係先抓下炮吧 這樣我就給它簡單吃掉吧 吃掉它吃掉 我點它一僵它下誓 我就把誓給它一登 還登著居呢 它居在平台 我回馬一僵 它的上降 再把足給它登掉 吃 吃 絕對吃了吧 吃 點它一僵 進居 我也可以直接用居吃 吃一僵的話呢 它上老將馬四退五 下一手馬五進三 也很厲害 你們這個居馬兵都離得很近了 我們這個教程呢 是打開就可以看的 在手機上打開就可以看的 在那個訂單裡面就能找到 回馬將它墊居 啊 登掉的話 它居二平四 再回將它上降 用居吃吧 居吃可能更厲害一些 馬四退五 馬四退二有兩步棋 馬四退二可以馬二退四 這個地方可以僵它 馬四退五可以馬五進三 馬四退五的話 它可能回馬 手一手 我再退局 退不了 有炮 馬四退二呢 馬四退二呢 其實退哪問題都不大 馬四退五吧 它回馬我就吃筆勢 這也崩潰了 對吧 這個騎勢一旦破掉 就沒得辦法 守不住了 居馬兵三個子太近了 它再回馬我就居吃勢了 它只能回馬 否則一跳漿 這是一個釣魚馬殺旗啊 是不是 跳一漿之後殺底屍啊 我們這個小黃色課程裡面 還有一個基本功訓練課程 這個基本功訓練課程呢 主要是教給大家一些學習的方法 就是怎麼去練沙法 怎麼去練戰術 怎麼觀察怎麼計算 那佈局一點通呢 是教給大家一個完整的佈局定式 定式原理 怎麼去破解對方的各種開局 怎麼去應對對方各種開局 是不是 每一步齊什麼意思 每一個陣型 都是如何形成的 主要是講解的這些東西 那這些東西你學會之後呢 就是說你會對這個佈局啊 會有一個非常清楚的了解了 因為我本身就是站到一個專業的角度 來給大家講的 不是那種說相承之道啊 是一個專業的角度去講的 對手投降了啊 他不投降這個棋也下不了了 下步馬五進三 這將很厲害 他只能馬八退六 讓我們吃勢 剛才答應過大家給大家覆盤 我們給大家覆盤 給大家說一下這個七馬局 他這個進攻的路線 以及進攻的方法 都有哪些 七馬局這個棋呢 可以說是在平鋒馬這種正式裡面 比較凶狠的一種棋 但是為什麼這個棋高手走得少呢 就是因為他這個棋呢 風險性比較大 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呢 就是紅棋 他可以選擇吃馬 也可以選擇不吃 這個主用權使用在紅棋手裡面 所以說在這個高手裡面啊 下一種七馬局他下的很少 POWER DINST 這屬於老式七馬局 還有直接飛向補式的 道理上來講 差不了多少 充中兵 這個兵是一定要充的 你要不充 讓他打過來之後呢 還打你的像 然後呢順時又把局出去 那黑方這個形狀就太舒服了 所以充中兵呢 是必須要走得一步棋 補式 這就是我們俗稱的七馬局 對吧 他故意露開一個平均壓馬的 這麼一個手段 對不對 給你吃了個馬 那麼你要吃馬呢 就會形成七馬局了 但是剛才我們說過 這個主動權使用在紅方手裡面 紅方呢可以選擇吃你 他也可以選擇不吃你 是不是 雖然說七馬局這個思路 還是蠻厲害的 但是他沒有選 沒有主動權 我們走了一個馬八戒棋 他在飛向 其實這個棋呢 如果說你要去吃馬 一樣的道理 他也是飛向 他不會再去退炮手了 他在退炮手 他整個棋被壓制 肯定很難受 那你吃掉他的馬之後呢 你這個鞠呢 現用到一個非常不利的狀態 平不了 將來呢 還得再退一步 才能出去 也就是說 他利用你吃馬的這個時間呢 加快這個出子的速度 你看 鞠一平四 這就形成一個什麼樣的狀態呢 雙鞠 雙炮 四個子進攻 對吧 你雖然吃馬 可是你左邊的鞠馬炮出得很慢 他下一招棋呢 這個進鞠打兵 就非常厲害 打比方你要 打比方說你要跳馬 你看我就進去打兵 打你的兵 打你的鞠 對不對 你要是拱兵呢 我這平均壓馬 他有很多先手啊 所以這個馬 還不能輕易地去吃他 是不是 這樣的話 你就調不到黑方 所涉及好的他這個 進攻思路當中了 那吃你的馬 你這個馬肯定不能給他吧 對不對 你再把馬吐回去 這個棋就完全吃虧了 是不是 但是你要不吐呢 你這個馬就得回窩心 比如說馬三退伍 或者是馬七退伍 對吧 你要是馬七退伍呢 他將來可以退炮再打你中兵 你看 又很難受 打中兵 這你窩心馬 你拱兵他打這個兵 這就要打死 對不對 你要是走馬三退伍呢 也不是很理想 他也有可能會拋著自己打中兵 是吧 也有這種可能性 所以說這個棋呢 黑方他一旦點到你的兵線啊 對紅旗來講 是有一定的壓力的 是不是 他這個八路號的激動性也很強 一會兒可以拋八進三 走到你的七合線 你這倆馬呢 受到黑方雙鞭雙胞的威脅之後啊 雖然得一個子 可是呢 來回受攻是非常難受的 所以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沒有去選擇去吃他的馬 這就是棄馬局的一個思路 他要通過棄一個子 來搶到這個類鞠 將來進到兵線 馬八進七正常出子 然後兵九進一 這個兵九進一呢 可以說是對付他這招 一個關鍵性的走法 當然這個棋 你也可以考慮炮八瓶九 但就不如兵九進一 來得更有針對性 因為他馬上要鞠一瓶四了 是不是 如果現在他再走鞠一瓶四 你看我們進去牽制他 他再進去吃呢 飽呢 這兩個炮 鞠炮受牽制 他就很難施展 況且我們的鞠現在也沒有壓馬 那這樣我們就可以馬進八 利用這個鞠炮受牽制的弱點呢 將來兵器充兵 是不是 如果你要是平鞠 或者是吃兵的話 我從中路再去進攻你 將來登足跳邊路 對吧 這個九進鞠呢 可以隨時根據情況充邊族充出去 那這樣黑方呢 他這個子力受牽制啊 他這個砌的計劃就不能實現 所以說呢黑方呢 他就放棄了這個 鞠一瓶四出類鞠 這麼一個想法 就改走了一個POWER瓶三 瓶炮壓制你 不讓你的鞠走到這裡 你再走這打你相 白丟一相肯定不行 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呢 就是介紹了一種進攻的思路 就是充三兵再充中兵 充三兵呢 就說這個棋呢 已經佈局完畢了 接下來進入到終局了 就選擇一個進攻方向問題 這個充三兵 就是在這個局面下 他的一種招數 當然除了充三兵之外呢 也有一些其他的招數 比如說現在也可以拷去壓他 也可以這樣去吃 但是你只要去吃他的話呢 他馬就會出局 下不進去打定 總之你吃他的馬 是要承受黑方這個 雙局雙帽的反擊的 那麼我們充這個三兵呢 就是一個比較 比較怎麼說呢 比較穩的下法吧 也可以說是穩中戴胸 它是一種進攻思路 就想要你吃 你吃完我就充中兵 那這個棋 黑方他有沒有正確走法呢 也是有的 如果黑方這個棋 不吃這個兵 比如說走一個泡泡瓶酒 這樣的話可能會更加安全一些 我要貪吃這個足 我要讓紅棋順利地實現這個計劃 是不是 你要如果對軍呢 我就給你登掉 你拱掉我就飛掉 這個局面呢 雖然說紅方也佔據先手 但是最起碼出一個平穩狀態 那如果要是壓馬 這個棋呢 黑方並不怕 壓馬的話 黑方將來可以平炮打向 或者是進去保護 這都沒有關係的 對吧 你也不敢拱 將來炮三平七 是不是 將來你再去跳馬的話呢 他將來可以打邊族 或者推炮打拘 都有一些反擊手段 那這樣相對來說呢 可能更穩健一些 吃足這個棋呢 就容易啊 引起這個紅棋的攻勢 是吧 吃足我們再抽中兵 這就很厲害 你現在你吃不吃呢 你不吃 你也阻攔不了我馬三進五的路線 對吧 這個馬三進五 將來馬五進六 黑方呢再吃 是 黑方這個連吃兩個足 其實這種下法還是有點風險的 如果作為 他現在還可以對拘的 還是可以對的 你看你不能壓馬 他有個平炮打拘 是吧 對完拘之後 這個足林線的壓力就小很多 這樣或許更好一些吧 但是紅棋這個棋呢 已經盤頭馬展開了 對完拘之後下過馬三進五 再把這個兵登掉 還是紅棋好走 所以說這個棋呢 他吃中兵呢 就選擇了一個比較激烈的走法 那紅棋必然馬三進五 馬五進六和馬五進三兩步先手啊 這防棋一防不了棋二啊 這就是紅棋一個厲害之處 所以他實際中是選擇 拘一平四控制我的馬路 不想丟子 其實這個策略是錯的 應該走足七平六 把這個足拐開 紅方燈炮呢 這個黑方的炮呢就不要了 這兩個子必然丟一個 黑方可以考慮 再走一個足三進一 再棄一子 反正這個子怎麼都丟了 再過一足 是不是 登掉之後呢再過 過三個足 打著馬呢 一會呢 鞠一平三 把鞠出去 這樣呢 紅方多子 黑方有三個足 雙方來講也是各有顧忌 但從整體的子力位置上來看呢 還是紅旗呢 戰局主動一些 將來馬八進六跳進去 畢竟紅方的子力位置很好啊 所以說這個籽還是蠻厲害的 他實際中是選擇走 拘一平四啊 拘一平四這個棋 就不是很理想 拘一平四剛剛我們講了 他是想防止我跳馬 但是我們這個足登上去之後 馬三進四這部棋位置很大 也就是說這個棋呢 他有可能 這個八路炮也會被我們吃掉 這邊呢還要退局抓死炮 看見沒 拘二退三 他這個子不但保不住 反而還助長了紅旗的攻勢 所以說這招登足吧 讓黑方很頭痛 他躲馬三馬七進六 我們順勢馬三進四 也不用躲拘了 是吧 連腳叉帶吃炮 順帶給他帶掉了 吃完炮之後我們獲得一個 這麼一個多子的優勢局面 這個棋局呢 就是說佈局到這裡呢 經過轉換就結束了 進入到中後盤了 但是紅旗多一個子 顯然是紅旗好走啊 儘管他這個拘馬炮族 看起來有那麼一些攻勢 但畢竟他這個棋還沒有展開呀 一會兒我這個馬還要馬二退四 馬四進三 是不是 這邊呢 我們可以隨時衝邊兵殺出去 黑方他這個拘馬炮族 他想進攻紅旗 是很難的 因為我們在家裡面 也是有四個子防守 拘馬雙炮 是不是 剛才在下 剛才在對戰的時候 大家已經看到這個問題了 他是有一些先手 可是我們四個人守到三個人 是完全出了有餘的 但是這個棋一旦守住 他這個勺子就很痛苦 對吧 我們剛才補試 他過敏我們補一個射 他打我們平放 是不是 這四個人守到三個人 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好的好的 感謝流落江南 感謝您的支持 現在這個棋平七 準備吃象吃馬 我說不是平七是嗎 平七的話 我有沒有可能會拉住你呢 這樣子 對不對 河南省冠軍有很多啊 怪哥是屬於今年剛得的 我屬於棋界的老人了 十年前就已經是河南省冠軍了 有沒有可能拉住呢 對不對 你現在向和馬都不敢動啊 一旦給你牽制住 這個棋就不好下 下的時候馬上退四 馬四退六 這個路線呢還是可以的 總之這個棋呢 還是紅棋主動 對吧 再踩馬的話 我可以馬上退四啊 你登掉我在馬四退六啊 對不對 將來把你這個馬再吃掉啊 反正你這個勺子肯定 不好下吧 對吧 想吃我的子也沒那麼容易 行 這個棋馬局的思路 就給大家先簡單地說到這裡啊 就是這是一個進攻思路 大家可以記一記 我們也經常下 可能有一些新來的朋友 不是太熟悉 炮二屏五 課程有啊 我們那個屏風馬 急進東兵 包括五六炮 這都適合夜九看的 那是屬於專題講座 裡面的戰術性的東西比較多 可能可以深入地學習一招 或者學習一個正式 炮八屏九 再炮九退一 我已經好幾年沒參加比賽了 最早的一次是2019年 參加過一次全國公開賽 當時拿第四名 再往後 這移情之後 就一直沒有參加過比賽 去一平 這是一個五九炮陣勢 五九炮也是過河局裡面 可以這麼講 非常非常流行的陣勢 馬七進八 後手屏風馬總是頂不住 怎麼講呢 屏風馬現在是對付當中炮 目前在這個高手裡面最流行的開局 你看那些頂尖騎手他們都是走平馬 為什麼總是頂不住呢 這裡面有兩個原因 給大家說一下 因為畢竟大家都是業餘騎手 不是專業的 首先第一個 是平馬的變化比較多 就是你一般你很難掌握住 是不是高手他就喜歡下這個變化多的 他不喜歡下那個變化特別簡單的 都想尋找一些機會 帕爾進斯給他封住 防止他進去壓軸 第二個就是說你作為後手方來講 你得會應對紅旗很多進攻的方式 是不是 馬七進六 那我們馬八退七 這招上馬準備登中足 我們回馬守一守 順其自然 因為這個馬在這個地方呢 已經沒有進攻的路線了 這個炮已經打出去了 對吧 回來正好可以守住中足 另外呢還暗藏這個屈八進五 吃馬的手段 天天象其高級水平 我這個不太清楚 不太清楚 應該很厲害吧 機器現在都應該很厲害的 太難了也不難 關鍵是要有方法 學習要有方法 不要老學沒有用的東西 那就很難 明白嗎 學習布局就是你要有系統性的 真類性的去學習 不要亂學亂看 把自己腦子裡面這個空間內存全佔滿了 這個充其兵好像我們之前走過一盤啊 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這樣走 這種充兵也沒有看明白到底什麼意圖 這肯定得吃啊 因為我是一個連環炮 是不是 如果沒有這個炮充兵可以 現在連環炮充兵我就那麼明白了 他為什麼要充呢 這樣交換完之後 對於紅方來講 有什麼好處呢 我現在可以用鞠吃掉 他吃掉打掉 對不對 也沒看出來他有什麼手段 或者是直接用炮打 鞠吃吃吃 他是不是有一個炮酒瓶漆打馬 炮酒瓶漆我可以炮著平山攔著他 吃 吃 我這個段位就沒有下太多 因為我直播也是今年剛開始 平常我也沒時間下 最好的時候下到9-2吧 但是我的勝率還是可以的 勝率一般在90左右 往上下的話應該能下到93 我也沒試過 其實這個稱號對我來講無所謂的 主要是給大家講講7 退居 準備幹嘛呢 平居抓炮 攻擊我的右側 攻擊我的右側 現在我們的問題是什麼呢 我們的問題是要解決八路居的問題 這八路居怎麼才能過去呢 戰場現在在左邊呢 這條線沒有通道啊 這個地方肯定過不去 他不是 G8進6 他將來炮我平溪要打我 我得先飛個向 防止我的三路線出問題 推個七路線 對 主要是給大家講講7 因為我平常主要的工作就是講學 教學 至於說這個段位不段位的 我真的是 不感興趣 炮二平三 平一步 一般業績 業績的話 這個還真不清楚 每個地方都不一樣 能達到業八 業九 估計應該就基本上差不多 這要打邊足了 沉底炮 我當初飛七路線也是顧慮這個問題 是不是 他打邊足沉底炮我家裡可以下試 如果當時飛三路線呢 你看 他將來打邊足沉底炮 就有點危險 那現在的問題 我們還得想辦法這個G過去 現在一直沒有機會過G 我也不能眼睜睜看他的攻我呀 G8進6 牽他一下 怎麼樣 過不去也得給他施加壓力啊 是不是 他要打足我就壓他馬 給他施加壓力 咦 他真的不理我 有那麼厲害嗎 我就壓住他 倒一將我下試 沒那麼厲害吧 那我肯定壓他 壓完之後呢 我們這個G可以殺過去了 但是我們要想一想啊 如果要是殺他這個兵 他倒一將我下試 我這個中間向 受他的中炮的牽制 是否有利呢 要不我現在先跳一個馬 馬4進6 他馬上這次蹬我去 抓他馬4進6 抓他馬4進6 殺掉吧 還是應該給他殺掉啊 是 把G殺回去再說 警局 點一將呢我們就下試 紅方這個棋他要強攻我絕非易事 馬7進6鋪馬 下步我馬6進4 他跳馬蹬我 蹬我 退一步拘 馬6進4 馬7進6 就感覺上是應該上馬了 上去 陳波知道嗎 怎麼都是一個地方 都很熟悉 大家都是怪哥的粉絲啊 吃死馬 吃死馬 能吃死馬嗎 居西進2是嗎 沒有考慮這個吃死馬的問題 主要還是考慮到我的右側受攻 馬6進4 蹦你去 下步 蹬中炮 退兩步 下步行呢 要蹬中炮吃相 這邊要過3足 他是不是得走馬4進6了 退居有點軟吧 足三進1衝過去 下要吃鞭足 衝過去 正好可以居5坪殺鞭足 要我是紅旗的話 我就走馬4進6 這像不要了 這棋再去保這個炮 這就沒機會了 現在這個棋 現在這個棋 我的子已經鋪上去了 是不是 這3足一過河 這要殺兵殺死炮 炮到死不了 關鍵紅旗這個形狀就壞了 他現在這個馬還是不敢亂跳 還是要蹬中炮 所以這個保炮 是一部沒有用的棋 還不如馬4進6 像7掉算了 這個棋紅方已經少那麼多兵了 再走緩招就要輸棋了 白白登掉啊 沒有代價呀 登完之後馬一進2 吃 白吃白喝啊 先吃點研究 下一手馬一進3或者馬一進2 紅方這個棋呢馬上就壞了 他的攻勢啊全部被打退了 我們現在多3個族 且位置非常好 齊局已經處於一個大戰優勢的局面了 所以紅方他這種進攻思路 不是很成立 就是送7兵 將來再換炮 那這樣我是不是可以直接登掉了 項調殺一將 他補試 補試的話 我再把另外一個項給他殺掉 吃 吃 等掉啊 簡單一點 吃 優質局面下不需要走特別複雜 吃掉 吃完之後我可以考慮馬一進3先上來 不用著急 因為他總是有一個進去抓馬的起 或者說是殺邊相 這樣下是不是有點凶啊 殺邊相他進去抓我 我在炮3平8 炮3平7 他出將 再馬一進2 這樣是不是有點凶啊 能不能殺邊相 殺邊相 他必然可能會進去抓我吧 抓我 等我足 那我再炮3平7 他姿勢 馬一進3就比較穩了 或者是足3平4 馬一進3吧 馬一進3 下部足3平4 那他回向了我就吃不到了 我的鞋還得在平開 吃掉吧 感覺這個鞋雞不可食 事不再來啊 吃 吃掉它 他一旦回向我就要躲 就來不及 嗯 他這部鞋走得蠻好 準備登足 我把冰帶給他順勢帶掉 他登兵我炮3平7閃機 吃 不吃他就跑了啊 家人 他跑了我們就沒機會了 炮3平7呢 你家悶殺這鞋沒了嗎 是不是啊 他下一步向一退3啊 你這個鞋一躲 他把冰給你登了 你還得退鞋 哪個話就啰哩啰嗦 要延緩我們的進攻速度 能吃一定要吃掉他 對不對 不讓他跑了 讓他跑了 我們也勢必要戰線拉長 對吧 他就是說 將來最多就是吃我個足 這馬他是吃不死的 因為他不吃我的足 他吃不死馬 也就是說我們將來 最多就是丟個足 丟個足 他少雙項 肯定對他不利啊 是不是 我們這個三路足 我們這個三路足離得還比較遠 軍馬炮已經多很多東西了 所以這個布局他也是 上來就吃虧啊 還是布局的問題 對呀 這個進攻的時機呢 一定不能輕易丟掉 很多時候這個下棋 很多時候這個下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一個感覺 就是當遇到壓力的時候 我們總是想著要躲或者是跑 大家有沒有這種下棋的感覺呢 其實我覺得這個下棋下終局吧 就是當我們遇到壓力的時候 不要躲 是不是 先考慮怎麼反擊 對吧 之後實在沒辦法了再躲 躲也要躲得有用 是不是 這是一個下棋的時候 或者說大家一種心理錯覺和狀態 這一次我們又形成了一個棋馬局 兵酒精益 從這個地方可以總結一個 終局的規律啊 就是在終局對攻的時候 第一個要考慮的是什麼 是反擊 不是考慮的躲 是吧 第二考慮的是捨棄 實在不行我不要了 對吧 最後才是逃跑 這是一個基本的思路 你看這一次對手又來了 當他們剛剛講過啊 這個叫什麼 老季 老季福利 這在千里啊 剛剛上來了一個九剛二 我得去接杯水啊 口關舌頭 是 答案 是 是 我剛才先走一步,馬上進入屋 他G1屏4,先出了一個道理啊,是不是,跟剛才走的一模一樣 馬5進3,下手機馬3進4,是不是跟剛才一模一樣 我們剛剛復過盤,大家都看到了 他跟剛才走的真是一模一樣 馬3進4,我們剛剛擺過這個棋 所以說下棋經常復盤是有好處的 我的媽呀,這一下就輸了 這一下黑棋就輸了 他是想吃完我的事之後再登居 我等他毀棋吧,等他毀棋吧 我這老將吃完帶沙棋,他不敢動,白丟一拘 他就輸了一拘啊 哎呀,大一拾經周啊 丟拘了他,不能吃底式的 老G,看出來了沒,他還沒看出來了嗎 我們是老將一吃,有臥草馬沙呀 這真的哪能吃事啊 他以為我大一拾經周 那我給他吃了啊,不管了 吃 他給他吃了啊 吃 僵死了 警局 這個是不能吃的啊 家人要給我送飯了 是不是,這個布局你看 他不能吃事 他只能走G4進6 剛才那個對手走G4進6是對的 是不是,最起碼丟一個子還能下 這一吃事立刻就結束啊 我不吃,我輸了嘛,我不吃 我不吃上老將不輸了嘛 奇怪,約一半,太囂張了 怪哥可能也是因為直播需要吧 其實怪哥私下裡還是蠻好的一個 一個朋友啊 也是直播需要啊 直播需要,大家也都體諒一下 向山進5 這個飛向這部棋呢 和這個左炮風居 是有一個密切關聯的 飛向的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跳拐角馬出向位居 這是一個飛向的意圖啊 他這條拆中炮這個棋呢 這個先手立刻就沒了 中路的炮一旦沒有了 我們就沒有壓力了 馬爾軍4,跳拐角馬 拐一平三,他補式 下部要針對我這個拐角馬 我拱,他拱,我吃 他出局抓我 出局抓我 他的思路還是蠻好的 我這個拐角馬又如果上去的話 陣型上來講 他覺得有點不舒服 那現在也只能走局一平三了吧 如果不走局一平三的話 這個棋,我這個跳拐角馬就沒有意義了 局一平三 紅幫這種走法不知道行不行啊 不知道他有沒有研究啊 他這個中炮拆開之後 反正是先手威力又小了很多 但從陣型來看還可以 最起碼沒有多大問題 等於說拿著先手當上後手下了 是不是 中炮平一步再平開 明顯是失先的 形成一個視角炮正式 但是你要是數一數部數呢 我們是多走一步棋的 但是現在有一個問題啊 這個問題就是說 他要抓我的拐角馬 這個問題其實還有有點嚴重的 抓拐角馬的話呢 我這個馬只能跳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很難受啊 是不是將來要進去抓炮 再馬7-6 我這個陣型上來講 還不如他舒服一點 但是現在我這個局已經出來了 就必須要拱了 先拱再說 他具有平六呢 我也只能跳上去 跳上去再研究 紅旗這個旗呢 還有一些思路的 有一些思路 先上個試應該也行 將來泡個平四 吃掉 這樣雙方線要到一個平穩局面 我們的局也出去了 但是我們的拐角馬現在 虛偽的有點不帶進 這還得補一個試 打局我們平一步 先補一個再說啊 防止他這個進局抓炮的騷擾 組織一次河南省冠比賽 可以啊 熱烈歡迎 非常支持 其實有時候我們也經常交流啊 經常交流 只不過現在各自有各自的工作 時間就少了 高徐和局準備對兵活馬 馬六進五直接跳上去行不行啊 我讓他對兵 我就直接跳上去 我讓他對三兵 他現在對三兵我給他拱了 他拿象肥往馬吃了 是不是 他如果拱中兵呢 我將來再考慮馬五退七 或者馬五退三回來 他如果拱中兵 他也沒辦法對兵了 總之啊 這個三路兵啊 不能讓他輕易地對 他一旦對起來之後 他的陣型沒有弱點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我們只要能阻止他 一定要阻止他 至少不能讓他順利地對 先充三足再拘一平三 其實道理是一樣的吧 他也是飛向 拱三平 先躲一步 他先控制我這個馬五退三的路線 對吧 如果他不打這步棋呢 先拱我就可以退馬 再打的話我就拱砍馬 登拱了 這樣的話他先打拱呢 我這個馬就不能退了 那這樣的話我只能走馬五退七了吧 沒有其他路線了 對吧 馬五退七 儘管我們這個地方受一點委屈 可是呢也達到了阻止他這個禁三兵的計劃 可謂是有事有得吧 但是從全局上來看 這個對兵呢是極為關鍵的 這點委屈不算啥 對不對 他如果一旦把兵對起來 這個三路馬一旦活通 將來就要上來攻擊我 而且他的陣型沒有弱點 那之後我再去進攻他 就很難 下手機我G2-2點進去 對他這個三路馬就有一定的威脅 打邊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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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是點進去 他折給我打了 我吃掉 他有可能平時抓破 這邊我的底線有問題 那我先拱個邊族吧 不給他這個機會 不能給他這個機會 車開到揚州了 路上注意安全對哥 現在疫情比較嚴重 大家都注意安全 謝總來了 感謝謝總送的小信心 對兵那就給個拱掉 只能拱不然打我 拱完之後呢 我這個G是不是能往前伸一伸呢 這個G2-G2的位置還是蠻大的 如果身G的話 他有可能會G9-8對G 對G我就給他對掉 然後在足骨精衝起來 最起碼他的G出不去 另外他是不是有可能會 點一將拉住我呀 我得小心一點 點一將我下試 他拉住我 我得走跑而平易對G 正好有根 吃掉打掉吃掉蹬掉 好 這個棋大家覺得該怎麼下呢 是先收一個腳炮 還是先點G呢 點G 江一軍 江一軍我可以電炮 點G吧 還是更傾向於這部棋 警軍 對 看他確實有點一將 當然我們這個時候可以退炮 如果下試的話 他有可能平均牽制我 將來扔底炮 那樣的話我還得對局 對完局之後兩個局全碰掉 形成馬炮殘局 我們也沒什麼優勢可言呢 電炮吧 保留變化 畢竟我們這個子力從空間上來講 還是佔據一些主動的 先不要急於對子收兵吧 上馬燈我 上馬燈我 那我只能先點一江 他下試 在足骨精對起來 擺中炮 拱掉打掉 點他一江 還是進居呢 先點一江 先避開這個登居的先手再說 炮二平四先收過來 這是個先手吃勢 看他如何應對 然後呢看這個馬他跳不跳 一會兒再足骨精 但是足骨精的話有一個問題 他就退局抓馬 是不是 他不會拱我的 他拱我讓我登上去 那太爽了 馬五進四一蹦 問題是他要退局抓馬 我這個馬再退他給我擺拱了 所以說現在這個足五進一啊 還沒有一個好的時機 得先把這個子力呢 先擺脫牽制再說 看他補試不補 他如果補試呢 我將來可不可以考慮 先退局抓下馬呢 他登進來我就把兵給他吃掉 現在他左邊的軍馬炮也拉不開 他如果回馬我就退局佔進他的兵線 將來殺兵 看他這步棋該如何應對吧 哦 直接又跳馬 也不補試 也不回馬 這步跳馬準備下不去哪裡呢 如果我退局再抓他一下馬呢 他進炮 炮私進四 能守一下 他這步棋的目的呢 就是想陷著我對中足 估計應該是這樣想的 如果我退局抓藤進炮再塞住我 走得蠻好 我要是居然退一盯他一步呢 先盯住 牽住了 再研究 一會呢還得把這個馬回去 沒有什麼出路 我一個是 讓我們馬七退九吧 將來給這個七路馬留一個路線 將來馬七進六 雙方都在尋找機會 互有牽制 浸泡塞我向眼 準備登我中向 那我順勢馬七進六踢上去 哎呦 這麼兇 這直接要僵死我 那我只能退局給他憋住啊 這步棋不太好吧 這給他憋死了 是不是 這步棋有點 有點衝動 馬九進七這個棋很厲害 可是我們正好可以憋住他 下一手棋項武退三一打局 他叫丟子啊 你看在中局的時候本來很平穩的棋 這突然間就走了一步壞棋 這步壞棋一走這個棋局麻就要壞 因為我們接下來有個項武退三啊 打局吃麻 他叫丟子啊 是不是 他一旦丟子 他這個棋局要輸了 瞬間棋局就停止了 瞬間棋局就停止了 所以終局就是這樣子啊 一招不慎滿盤接輸啊 大家下終局的時候還是應該慢壹邊 想壹想 不要特別快 除非你有了一定的把握 感謝尼加拉送的玫瑰啊 這是咱們的老粉絲了啊 下手機回向上怎麼處理啊 項武進三 道理差不多 都可以 那樣的話還是少丟一個項 撿大漏 也可以這麼理解吧 在我們這個中局裡面有一個原則 就是優則圖勝 烈則謀和 軍事當立於不敗之地 這個意思就是說啊 這個棋局沒有棋的時候 平穩的時候呢 要先把自己的弱點解決好 先立於不敗 尋找機會 也可以理解為簡論 他這部平炮又是什麼意圖呢 我現在要是飛向 他有一招炮八進五三向眼 我要是回向呢 向五退三呢 他給我吃掉 然後我吃掉之後他的沉底炮 他這個思路就證明一個思路 是吧 你要如果向五進三 他一個進炮塞住 你要是向五退三 他就給你吃了 然後再沉底炮 想法很巧妙啊 馬六退四 回馬 是什麼意圖 其實這個棋我不用理他 回馬是嗎 回馬是嗎 大家都贊成馬的退四是嗎 鄧中兵不管他是嗎 也是一個思路啊 回馬之後下面要走什麼 回馬 行按照你們說的來 也是可以的 其實這個棋我完全不用動啊 是不是他沒招啊 沒有什麼招數 回馬 回馬就是說下不棋可以吃炮了 對吧這就可以吃炮了 他沒有將軍的棋了 射他他怎麼下 炮思推二牽住我 炮思推二牽我 對手走的還是有點意思啊 敢不敢吃這個炮呢 吃炮的話他有個炮思推二 敢不敢吃 推炮 拉住我怎麼辦 你看 登的中足啊 我看登中足也行 反正這個棋他也跑不了啊 他怎麼跑啊 吃 登了吧 不管他了不管他 你要是回想他就給你吃了 你吃他馬他沉底炮 你再退去拉住他 也行 但是現在我們不吃他咋跑呢 他也跑不了啊現在 就甭理他 對 果實說得對 我們就不理他 反正這個像我們什麼時候都能回 我也不著急 對吧 先把足給他削了 然後馬五退三 著急的是他呀 讓他想辦法吧 這要準備平泡打局了 馬五退三回來 就是不吃他 圍兒不吃啊 下步馬三退四 向五退三 對不對 這個獅子我們就不急吃 就讓他自己在這折騰 嘴全在我們嘴裡邊 還是要炮四平八打局 他就被打局 強迫我吃 馬三進四 順勢再蹬他一腳呢 對不對 我們也不吃他的紙 就這樣利用他 老實了是吧 回去了 回去之後 那現在我們是不是就可以 向五退三了 向五退三他一吃 然後我們一吃 他成個禮炮我們一拉 他是不是要丟子啊 向五退三打他 平靜戰衣 這樣就被他吃掉了 吃完之後呢 這個時候他再成禮炮 我可以退局牽住他 由於他這個炮離開了之後 我就可以有一招向七進五 非向七 對吧 是吧 剛才我沒有下向的問題啊 就是 他這個炮塞著我向眼 對吧 我沒有辦法飛向 泛藍了 這下迷了吧 這炮白打了 吃 吃 你們怎麼老逗我呀 你們這些人怎麼 老是逗我呢 哪有泛藍了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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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丟了兩個詞 我哪沒看見呢 你們老是老是逗我呀 馬八進七上去 馬八進七上去 飛向 對方還要堅持啊 十五進四打他一下 嗯 知己仰角士 不怕馬來跳 這個棋就沒有下去的必要了 少兩個詞 是吧 我們只要穩住局勢就贏了 補一個是 真的 真的是飯來了 好吧好吧 我下了這一盤馬上出去 真的是飯來了 一會兒去拿個飯 大家稍等我一下 稍等片刻 還會回來的 把706上去 大家都吃飯了沒 您吃飯前再給大家宣傳一下我的課程吧 我們這個課程 馬上這個券會要領完了 咱們想學習的朋友們抓緊時間了 之後我們這個券領完之後 我們這個課程就要恢復到原價了 先跳進去 把這個馬帶來趕走是吧 趕走之後我們就可以順利地進攻了 吃 這馬不能吃喔 吃 這個棋很容易了對吧 沒有什麼難度了 好的好的 感謝啊 感謝大家這個支持 跳一下把這個鋸在扣到下面 就出不去了 或者是我直接拋平 拉開也不行了 是吧要投降了 好我出去拿下飯 回來再給大家講起 五分鐘 大概五分鐘左右 要隔有一點 空氣 要點進去 要不可以的 我們可以回家 大家呢 不管怎麼擔心 要不可以的 多少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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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步 谢谢大家 现在 谢谢大家 泡三 对手 对手 下 上去 对手 是不能走的 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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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手